美股不缺新鲜事 大家好,我是美头军的学姐 欢迎来到美头看新闻 今天是2022年6月6日星期一 今天的市场其实比较平静 最大的亮点就是滴滴带着中概股板块出现了大幅反摊 在今天的第一条新闻里 咱们就来说说滴滴和中概板块最近的表现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两个热门股票 特斯拉和AMD的最新演报的信息 最后是两个新闻速揽 马斯克推特收购站再次升级 苹果发布会总结 那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先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市场的表现 今天三大股指全线微涨 其中道琼斯指数上涨了16点 涨幅为0.05% 那斯拉克指数上涨了49点 涨幅为0.4% 标普外上涨了13点 涨幅为0.31% 从各个板块上看 今天只有两个板块下跌 那上涨板块中 消费者非必需品领涨 涨幅为1.03% 其次是通讯交流和材料板块 涨幅分别为0.98%和0.97% 两个下跌的板块是房地产和能源板块 跌幅分别为0.29%和0.1% 新闻一 滴滴带动中概暴涨 中国政府放松监管 近日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显示 据有关人士消息 中国政府似乎已经结束了 对滴滴和另外两家中概股 满邦集团和BOSS直聘网的调查 这个利好传闻导致了三家公司 在今日分别上涨了24.32% 3.19%和19.93% 同时 整个中概股板块也涨势喜人 阿里巴巴和京东就分别上涨了 6.23%和6.53% 那这个消息是否真的标志着 中概股的寒冬已经结束了呢 下面 薛也就和大家说一说 这个利好传闻的详细内容 以及最近市场对中概股的看法 相关人士透露 自去年7月调查开始 监管部门曾花了不少时间 收集公司内部的文件和数据等 试图弄清这些公司 是否有出现了违反网络安全法的行为 但并未找到切实的证据 因此 在经历了近一年的调查之后 他们决定同意让滴滴的APP 再次在APP Store上架 也就是说 滴滴又能够接受新用户的注册 拓展业务了 而对于此前 同样遭受调查的满帮和BOSS职聘 也是一样 不过 虽然调查已经接近尾声 但各家公司还是要接受 来自政府的处罚 据悉 除了要交罚款之外 这些公司可能还需要 把1%的股权转让给中国政府 并同意监管部门 未来能够更容易地 执行检查和监管行动 这个消息出现的时间点很有意思 最近 中国刚刚投入 要重新支持科技产业的发展 避免经济遭受重大打击 那时隔不久之后 滴滴就被监管部门开了绿灯 所以有分议师认为 这次的消息 是中国政府展现出 实际变化的第一个信号 那这也意味着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 中概股可能都会出现 投资情绪转暖的情况 JP Morgan的分议师 也在近期一改之前 看衰中概股的态度 不仅调高了腾讯 阿里巴巴 美团 网易 拼多多的目标价 而且还把他们的投资评级 从卖出直接上调到了买入 而除了政府监管风险减小之外 学姐认为 最近中国防疫政策的放松 应该也促进了中概股板块的上涨 那根据Bloomberg的 中国封城指标来看 最近包括上海在内的 11个大城市的地铁使用频率 都出现了明显的好转 中国的卡车使用量 也在稳步攀升 这说明中国的经济活动 已经在慢慢复苏了 那么问题来了 中概股可以抄底了吗 毕竟著名对冲基金 桥水和自华公司 Fidelity International 都已经增加了 他们中概股的持仓 说实话 学姐没法给出一个 非常明确的答案 过去两年关注中概股的经验 至少让我明白了一点 那就是中国监管的铁拳 是无法预测的 而且经常招令膝盖 昨天还在向左呢 明天就要向右了 我不否认中概股中 不乏基本面健康 估值低廉的好公司 但是监管风险这一点 确实让我望而生畏 所以 对于是否投资中概股 学姐是这么看的 如果说是半年前 中概股的监管风险下降 那么我也许会拿一点 小钱投机一把 毕竟当时市场的估值很高 像中概股这样便宜的机会 并不多 但是在现在的市场中 很多美股的优质公司 都已经被杀了很多的估值 而且他们还没有这么强的监管风险 那我们又何苦为难自己去投资中概股呢 最后 关于中概股 学姐也很想了解一下大家的看法 你们认为这次监管放手滴滴 会不会是政策的彻底转向呢 新闻二 研报分享 特斯拉管理层会议记录 AMD分析师会议前瞻 最近市场里宏观消息是非常的繁杂 上周GPM的CEO刚说了金融风暴要来袭 这周GPM的首席经济学家就表示 美国的经济任性不减 那在现在这种宏观不确定性很高的环境下 我们反而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 放在去研究那些能穿越牛熊的好公司上 今天 学姐给大家带来两个热门果 特斯拉和AMD的投行言报 看看那些投行对于这两家公司的最新看法是怎么样的 他们的基本面是否依然健康 那先说说特斯拉 前不久 高盛公布了和特斯拉管理层的会议记录 在这份记录里 高盛主要提及了四个点 第一个点是目前新建的柏林和奥斯汀工厂的实际产能 都低于他们潜在的最大产能 但高盛认为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情况 随着越来越多的生产线投入使用 他们认为这两家工厂能够达到 每年生产100万辆车的水平 这大大高于了已有的Fremont工厂60万辆 和上海工厂50万辆的产能 简单来说就是 高盛认为特斯拉还有很多的产能没有用上 而这些产能会在未来工厂的持续优化中得以体现 第二点 特斯拉的管理层再次强调了 他们有足够的定价权 来抵消未来一年内成本上涨的压力 第三点是 特斯拉预计能在2022年底 向城市用户发布自动驾驶 FSD服务 高盛认为 此次发布的FSD应该是属于L2 或者L2 Plus的水平 也就是说只是用来辅助人工驾驶的程度 那学姐认为 甭管目前特斯拉的FSD达到了什么水平 只要发布的话 对于投资者来说都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 特斯拉之前已经有过FSD上线一拖再拖的先例 所以学姐认为 咱们可以等更多的消息出来之后再做判断 第四点是 特斯拉在进一步拓展其能源储存业务 准备把工业用的巨型电池的容量 从目前的每年4000MW升级为每年40000MW 那对于股价高盛预计 特斯拉未来两年的营收增速分别为59.5%和33.1% 当使用10倍的远期市销率的时候 高盛给出的目标价是1000美元一股 据今天的收盘价还有40%的上涨空间 可以说是相当看好了 整体看来 高盛对于特斯拉的未来还是比较乐观的 我个人之前呢 也是非常看好特斯拉的长期投资价值 在短期内 特斯拉也有两个重要的利好因素值得我们关注 一是在中国解封之后 上海的产能应该能够得到快速的恢复 而是在8月的股东大会上 大概率会通过拆股的提议 除此之外 即将发布的5月上海工厂交付数据 和7月会发布的第二季度交付数据 也值得我们在近期去关注 那说完了特斯拉的言报 咱们再来看看德意志银行发布的 AMD6月9日分析师会议前瞻 德意志的分析师表示 会主要关注AMD此次会议上的三个方面 第一个是公司未来从GPU到数据中心等 一系列产品的路线图 第二个是公司的财务计划 分析师预计 在AMD收购塞林斯之后 公司的潜在市场份额也随之增大 目前 华尔街的整体预期是11%的同比增速 但如果AMD的数据中心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的话 那么AMD就会有一定的概率 延续此前20%的营收增速目标 这可能会给股价带来提振 第三个是AMD的利润率目标 他们认为 AMD能够继续保持之前提出的50%的毛利率的目标 并且把之前的运营支出占比 从此前的26%到27%降低1%到25%和26% 那如果这些真的都实现的话 那么这就意味着 AMD的远期EPS会从他们此前预计的5.25美元 大幅提高到7美元左右 目前 德意志给出的AMD的目标价是115美元 但不排除会在会议后向上调整 学姐认为 从历史上看 AMD这次的分医师会议应该也不会让投资者失望 之前我们就说过 AMD的管理层向来有很强大的执行能力 而且从近期各大半条体公司发布的财报中也可以看出 整个行业并没有像分医师此前所说的出现了明显放缓的情况 所以AMD应该能继续承着这股东风成长 新闻速揽 马斯克的推特收购站再次升级 苹果发布会总结 最近 关于马斯克的新闻是层出不穷 今天有文件披露 马斯克因为推特存在虚假账号的事 又给推特发律师函了 文件中 马斯克的律师Mike Ringo对推特此前对虚假账号的回应表示不满 称马斯克明确表示了不相信推特自己的检查结果 但推特依然不同意让马斯克自己进行调查 那如果推特一直这样抗拒调查的话 他们就会被视为违反收购条款 这可能会导致马斯克最终选择退出收购 只是马斯克第一次明确表示可能会取消这个交易 对此 Bloomberg的分析师认为 这是马斯克为了降低收购价的一个手段 那不知道各位看官怎么看待这件事呢 你们觉得马斯克是想退出收购 还是只是想降低收购价呢 徐也认为 虚张声势的可能性比较高 今日 推特的价格下跌了1.49% 收于39.56美元 最后是苹果的WWDC发布会 一般来说 这个发布会都是软件方面的更新 但老果粉还是会期待One more thing 就是乔布斯还在位时 每次发布会最后的小惊喜 这次 投资者最为期待的莫过于和AR相关的信息了 此前就一直有传闻称 苹果正在紧锣密鼓地研究自己的AR设备 但是 有点遗憾的是 这次的发布会并没有one more thing 主要还是说了iOS系统和部分硬件更新 其中 最重要的包括了iPhone MacBook iPad和Apple Watch全套的系统更新 以及发布了装载最新自研GPU M2的MacBook和MacBook Air 那根据苹果的资料显示 在同等耗能下 M2比上代的M1的表现好了18% 而在开到极致的时候 M2比M1的表现性能提高了35% 总的来说 今天的发布会和投资者的预期基本相吻合 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 所以股价在发布会之后也没有出现太大的波动 今天苹果小涨了0.52% 收益146.14美元 最后 学姐提醒大家 本周值得关注的财报 包括了周四盘前的Neo Bilibili 以及盘后的Docusign 本周一定要关注的宏观数据 是周五的CPI数据 目前市场的预期是8.3%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各位看关键我做的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点个赞再走 持续输出不意 谢谢小伙的支持 谢谢各位 咱们周三见 如果你喜欢美头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和转发哦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关注和转发